现在我在四川成都存住的一个小镇 这个镇上真的是发展特别的好啊 交通也很便利 还建了很多商品房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镇是我建过所有镇里面商品房最多的镇 不仅有本地的开发商 还有全国知名开发商 恒大也在这里的投资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还是因为这里的交通非常的发达 有陈文穷高速 陈浦靠铁 还有从都到成都的快速通道 同样大道 都要经过这个小镇了 由于这边的交通比较发达 也有很多老板在这边来建厂 迎来了很多外地人在这里买房 搞得这边的房价都非常的高啊 就我现在拍这个楼盘 恒大银海湖 房价都卖到六七千一平了 在一个小镇上 房价卖到六七千 我觉得还是比较贵啊 可能全中国都没有几个小镇 房价能卖到六七千啊 如果我不说这个小镇的名字 有没有网友能猜得到 这个是哪一个小镇啊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小镇真的是发展挺不错的 在四川算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小镇啊 真的是要想复先修路啊 这个交通的发达 给这个小镇带来了经济飞跃的发展啊 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个小镇发展的怎么样呢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那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考虑 谢谢大家了